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316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忠实战友虎牛飞飞 他们的名字或许无人知晓 他们的功绩却是永世长存 为国防科技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科研人员 国家自然会授予他们应有的荣誉和奖励 王振国2015年航空最高奖 冯儒奖获得者就是其中代表 这个名字你可能陌生 但它在超燃冲压发动机及其地面试验 飞行试验技术等方面研究成果 却让我国在高超升速技术领域实现了跨越发展 著名武学大师火云鞋神曾说过 天下武功无坚不摧为快不破 王振国教授研究的高超音速技术 就有可能让航天领域得到一次颠覆式的发展 这项技术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超音速燃烧冲压发动机 大家别把冲压发动机和超燃冲压发动机搞混了 我国的英机12超音速反舰导弹 采用的是冲压发动机 冲压发动机利用发动机吸入气流的速度来压缩空气 然后减速并增压的空气进入燃烧室与燃料混合 随后产生的高压高温燃气 从喷气管中加速后喷出产生前推力 虽然英机12末端攻击速度已经可以达到4马赫 但它离高超音速的门槛 5马赫也就是5倍音速还有距离 1马赫的差距看着不算大 可就是超越这1马赫冲压发动机就不够用了 这时只有超燃冲压发动机才能突破这个瓶颈 超燃冲压发动机可以让气流保持超音速流动 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燃烧室混合燃料燃烧 膨胀 喷出 加速 突破5马赫这个瓶颈 微信搜索没猜虎公众号 关注后回复马赫 了解高度隐身可以飞到4马赫的中国6代战斗机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来理解这个技术难度 在超音速气流中点燃超燃冲压发动机 就像在龙卷风中点燃一根火柴 研制难度可想而知 2004年美国X43A高超音速飞行器 实现了最大9.8马赫的飞行速度 美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第一 中国也不甘落后 王振国带领团队从超声速燃烧机理研究开始 经过近20年探索突破全部关键技术 研制成功世界首台 航空煤油再生冷却超燃冲压发动机 我国从此具备了独立自主 研发超燃冲压发动机的能力 王振国团队的成绩 同样也离不开五国大型高超音速风动的进步 中国在2009年突破了大流量空气加热器 和大型主动影射系统等两个世界性技术难题 研制成功国内首座 大型连续式高超声速推进风动 这当中的GF-12风动就是突出代表 GF-12风动可以实现25至40公里高空 5到9倍声速的高超声速飞行条件 高超声速一体化实验需要的测试时间 至少要达到几十毫秒 目前的GF-12风动已经能达到100毫秒试验时间 而国外相关风动仅能做到30毫秒 美国的类似风动不仅试验时间远不及GF-12 每次试验成本也远远高于GF-12 2011年6月 中国超燃冲压发动机验证飞行计实现首飞 今年中航客工三院31所已经研发的首台联合循环高超音速发动机样机 已经实现9倍音速的飞行速度 说了这么多技术上的事情 这高超音速技术在军事上又有哪些用途呢 又会在未来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基于高超音速技术的武器将有能力承担全球快速部署和远程精确打击任务 拥有高超音速导弹便可实现一小时内对全球范围战略目标实施军事打击 比如我国研制的采用助推华翔技术的WU-14高超音速飞行器 可以被用于东风-26反舰弹道导弹 打击航母等重要目标 如果用于洲际导弹WU-14超高音速飞行器将大大提升东风系列洲际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 现有的反导技术根本无法拦截 据最新报道 我国的高超音速飞行器WU-14的飞行速度已经可以达到10倍音速 即每小时12800公里 有猜测超燃重燃发动机技术已经应用于这型飞行器上 WU-14在最新试射中除了高超音速飞行以外 还展现了它自身超强的机动性 凭借着自身的高超音速和机动性 任何雷达和导弹拦截器的侦测和追踪将对于它无能为力 现有战略反导体系都将失去效用 各国在中国这一武器面前形同裸奔 真正实现一小时打边全球 但WU-14还处于实验阶段 离真正实用还有些距离 我们拭目以待 节目最后推荐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APP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浏览新闻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还送两元现金红包 您还可以邀请好友帮你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除获得两元佣金 好友的每次阅读将送您20金币 好友越多金币收益越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